觀眾朋友你好 不知道說 你拜有那種騙過的經驗嗎 你如果去那個觀光區 什麼坤丁 墾丁 還是什麼士林夜市 還是去那些很熱鬧的觀光景點 明明這個東西再加多多少 他給你開天真 難道臺灣真的輪流成為 這個叫做坑克天長 真的叫做共攀這個天堂嗎 為什麼臺灣人會這種 所謂的殺雞取卵 真賺 賺這次而已嗎 這一陣子其實有很多很多 在網路上的爆料 那當然很多人強調說 這是個案啊 這是害群制嗎 這個是所謂的那個一鍋粥裡面的 那種不乾淨的東西 可是你去想想 將心比心喔 你如果要去吃賣 整頂賣裡面一個東西 看一個 你還敢吃嗎 這種貪婪的業者 為了逞一時的 這種欺騙的行為 害死了臺灣的觀光業的發展 旅見不鮮怎麼辦 而這一陣子在之前過年前花蓮大地震 所以包括中央包括地方都有很多所謂的那個補助旅遊的方案 而在五月的時候行政院要提出來針對南臺灣的旅遊 然後呢 也要提出來一些補助 可是大家想說 花蓮是低重的 花蓮是有這個災情 所以補助他的觀光發展 大家覺得 理所當然 可是南臺灣特別是墾丁一向以高價出名 一下影所謂的那個墾丁大街上呢 東西貴出名 或者是說呢旅遊品質 不是那麼好出名 難道說我們要用納稅人的這些納稅血和錢 去補助去維持他的高房價 他的低品質嗎 今天就這一連串 臺灣一直在發生的這個所謂的共攀事件 來去談談為什麼臺灣的旅遊觀光品質 一直沒有辦法提振 來看看幾張照片 這就是這兩天 網路上傳很多很多七小袋 是不是有吃了很多下去 還不曉得 但是七小袋的水果 這我看似火龍果的樣子 那這看起來應該是蒜子 那這看就是貴啦 那這蓮霧啦 那這看應該是 瓶子還是萊子 我看不太有啦 那這我看不太有啦 可能也許榴槤 有黃黃的 那這看起來是木瓜 七袋水果 然後呢 外國觀光客去跟士林夜市買這個水果 說多少錢 一千五百塊 清冷的時候 我才買去蓮霧去拜拜嘛 我買六七顆喔 很漂亮喔 六七顆五十二塊 當然我買比較便宜的 那也許是頂級的什麼 黑鑽石黑金剛 這個東西 七袋的這些水果賣人家 一千五百塊 當然有很多消費糾紛 可是這是唯一的情形嗎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之前傳出來說 有那個也是去士林夜市 所以一群外國朋友呢 說吃飽了 要喝一個西瓜醬 西瓜嘛 西瓜 頂多你剛剛看到路邊那個石 五百CC 十塊二十塊 了不起三十塊四十塊 讓你個五六十好不好 結果呢 他果汁呢 點了七杯呢 跟人家要兩三千塊 一杯兩百五十塊 然後呢 大家說你太含氣了 一杯四十塊吃 你買兩個五年 根本坑殺外國觀光客嘛 小法官去查 他說沒有 我有標價 可是小法官把這個菜單拿出來了 他說呢 疑似啦 因為這個有點羅生門 是說 這個果汁兩百五呢 是事後寫上去 事前沒跟人家講 一杯果汁 然後人家點七杯 然後呢 一杯跟人家算兩百五十塊 說跟你們西瓜吃 你一顆西瓜在生產的時候 也不用跟二十五啦 這個是西瓜汁 一杯兩百五十塊 之前在六合夜市 說跟烏魚標 烏魚標就是烏魚的金囊 那其他的魚標 是他的氣囊 烏魚標呢 人家點了之後呢 說多少 一千六百八十塊 他說鑽子 鑽子一隻就要兩百五 什麼什麼 這樣一杯 烏魚標 賣人多少 一千六百八十塊 再接下來 這就是之前說 滷味啦 滷味這樣一杯 你看 這就有王子麵 這可能有豆皮 這烏豆干 這裡有鐵蛋 這可能有豬頭皮 有豆皮 有玉米筍啊 有菜頭啦 那一杯 台幣九百二十塊 這肯定大姐啦 這是之前那個的新聞 再接下來這也是在上個禮拜 大家吵得很兇的 肉燥乾麵 跟三色拌麵 說轉個那個 丸轉個角度呢 這個呢就要變成兩百二十塊 看起來醬料是一模一樣呢 這個肉燥乾麵是一百八十塊 很多人一直批評 一直批評 東西貴便宜是一回事 但是你是不是有清楚標價 甚至你有沒有詐騙的嫌疑 這才是真正的關鍵 臺灣難道都要賺這種錢嗎 怎麼樣去把這種害群之馬 趕出去 今天好好來討論 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嘉賓 首先歡迎是 臺北寧夏夜市 這不是肉燥啊 這可能是台北旗 甚至全臺灣數一數二的 他們是第一個推出 整個夜市禁止吸煙 第一個推出呢 整個夜市呢 他要改成環保餐具 也是第一個夜市呢 用那個所謂的中英文對照 那我們今天有一個外國朋友來 他就不用擔心說 這個吃的是蚵仔煎 到底是什麼東西 臭豆腐到底怎麼做的 我們來歡迎是臺北市 寧夏夜市觀光協會的 創會理事長許家賀 全國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聯合羅雅齊亞的 創會理事長許家賀 你居長我請教你 聖書啦 您臨夏夜市也不會貴賬 有啊 這樣才會臨夏夜市 才會賣掉多少 這個我們那有 好像說有 比較大包的 那是一包 小包的二十塊 那是一包一包的 有像說 像石膠 有像說 那就是一顆 多大顆 大顆那大顆 價錢 小顆那顆價錢 那都有 好像說 都有跟說就對了 你們的標價是說一苗多少錢 還是一包多少錢 那是都 等於說 如果水果切好的是算包的 算包的 那如果 那用錢的都算英文 用錢的 沒有 那是好像說 那是標價是說一根 還是多少錢 多少錢 那這樣 那七包一千五百塊 我會想負責 那 好像說 他社會的 好像說 你有比較貴 你東西說 比較好 好到哪裡 我們 我們也沒有了解 說他切切 我們也不知道 那是黑金工 也有選手 好像說 我是做油湯的 我比較沒有了解 這個東西 好像說 你 好像說 好壞是有分 但是 你也說好的壞 也沒有差那麼多 那你野蜜蜜蜜蜜 所以說 譬如說我有這個 求婚說 娘惠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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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你們是怎樣處理 我們還沒有這個處理的經驗 最好是不要有這個經驗 我們再歡迎是 美國的朋友 其實呢 我在笑說 他是叫做製臺的美人 因為來臺灣之後 就不想走 來了臺灣兩年 儘管他是拿那個旅遊籤 但是發現臺灣真的太好玩了 我們歡迎是 來自於美國的軟體工程師 Isaac Myers 大家好 我這樣念是對的 Isaac Myers 謝謝 謝謝你 有被騙的經驗嗎 在臺灣我覺得沒有 沒有嗎 對 你不會去買這個七袋一千五百塊的水果 或許我看到這麼貴 就不會想買吧 但他沒有跟你講這麼貴啊 你買了之後 切了之後才知道啊 是喔 還好我沒有遇過 我在其他國家有遇過 可是在臺灣沒有 在臺灣你會不會 你會有那種 你買了之後 然後你去跟人家說 欸 我跟你講啊 阿聰 我跟你講 我買那個好便宜啊 那個一袋水果才一千五百塊 然後被笑說 你這個外國潘娜這樣 外國外國好騙的人 這樣子 有這種經驗嗎 就是你買的價錢 跟臺灣人買的價錢 是不一樣 不一樣 欸 我覺得沒有 沒有 對啊 其實 對 我想不出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來臺灣的旅遊經驗 都是很好的 對 其實 我覺得 對 大家都對我很好 你不可以說 在臺灣就一直講 臺灣的好話 要講實話呢 沒有 是真的 OK 對 我覺得 目前沒有 標價這件事情 我們看一看 這個水果 它其實士林業市 這一攤 它是有標價 但是他說一兩 一兩 一兩就是一 是 大概一百公克 一兩一百公克 是嗎 不是 十六兩 一斤十六兩 六百公克 一斤是六百公克 十六兩 他就是說一兩多少錢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那個重量單位 然後呢 再來是看看這個 這個西瓜汁呢 他本來也許沒有標價 所以點了西瓜汁 然後七個人各點一杯 然後他跟你講說 一杯兩百五十塊 標價這件事情 就是賣你東西之前 寫得很清楚 這個多少錢 長什麼樣子 這個在臺灣 你常常遇到那種標價 不清楚的事情 有 我應該說 有時候在一些地方買水果 像是在台東買水果 不知道 沒有標價 因為水果湯不會有標價 一般來說 那其實我不知道價錢 應該要怎麼樣 所以有時候 如果那個是 那個琵琶 那個小橘色 琵琶 我上次在台東買琵琶 我覺得有一點貴 但是我不知道 正常的價錢是多少 所以你問我有沒有 被騙過 其實我不知道 不過可能 不要跟你講 可能還是讓你覺得 臺灣很美這樣比較好一點 我們再來歡迎是很資深的導遊 玲瓏 玲瓏大哥好久不見 鄉親大家晚安大家好 我們臺灣人家 就要貪這個錢 要騙一遍而已 我們在社團 在車上都會先說 像現在的資訊信息太發電了 哪裡發生什麼事情 人家說要撈一下 讓他們貪不貪 那就不會貪貪了 所有的台灣都說 新聞說的就是這間 千萬不能去做攀 像說 甚至 我們都跟遊客說 你如果去那個 夜市還是去遊樂區 你四倍陣 就拿起來 沒有人像這樣 觀光客好流 再來就是 這個真的是 一粒老鼠屎 會壞了一鍋粥 就是 像說坤町 現在大家 一個影響 坤町都會跟坑 蘇聯都會跟人做攀 其實只有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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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爐肉 這整體的形象 就整個都灰了 就整個都灰了 所以這叫做 一粒老鼠死壞的一鍋粥 就要投入 認真說 其實不是這樣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 是說 因為我們臺灣 是一個 很開放的社會 資訊 也很發展 你同手無期 你把射出來 你不要它在扭 我們在買東西 你在哪裡買東西 是要一扭多少 你當時要再買一扭多少 那是重要的 才在一扭 水果你把你算一扭 這個 百分就先開 你如果說 半斤多少 一斤多少 一包多少 沒有你就說 我這粒多少 對 我這盤多少 我這粒多少 我這粒多少 你跟我說清楚 這粒多少 這粒多少 我這粒多少 我這粒多少 這就像我們經常拿錢 我們要說 這個 四貴一粒 一百塊 喔 真的喔 看它貼幾段 一顆一百塊 那粒一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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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榨 ler 都 FM Clark 所以台中 哎 那粒 他跟進去 那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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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那粒 這邊 這裡 northeast 去之後 這是怎麼樣的 我們家裡有一個頭巾肉 你吃那個 一筆下去 那這個中午是那個 你一筆下去 拿下來 他就你還沒說就開始切下去 你怎麼切下去了 你還不是說要愛 你喔 好啦 不要這樣 多少 這是美金喔 這一傳史 十傳百 去澳門 大家都怕死了 都不敢黑白買東西 我們現在台語有這種不好的形象 夜市都會跟坑喔 坤町都會跟坑喔 一粒老鼠死 對啦 同手無七 價錢都寫出來 怎麼會有一個一粒多少 鄉親你去買水溝他都要一粒多少 這白名就是要騙 但是這個政府都沒有資料管 我們政府好像以法無據吧 因為這個是 一個驗打一個驗哀呀 七小胎賣人家一千五百塊 意思就是說賺這麼多 國稅錢就可以去查 才會無法再管 當然啦 國稅教那是 說那你這賺錢五百塊 是要管說 管說你敢買這個已經超出整體的那個價錢 太暴利了 太那個破壞形象 不過真的啦 像其實我兩三年前都有去 大概一年去一次墾丁 說實在 我不認為肯定那麼難玩 只是你要避開人潮 我也不認為 肯定大街 我大概每次去肯定都會去 也不認為說真的都在坑人 譬如說我去吃那個披薩 他也是 窯烤披薩只是在路旁邊而已啦 你要閃車子 那也是一份披薩才一百多塊 真的沒有坑人啦 可是你剛剛遇到 你可能就會因為一個兩個事件 然後整個對那個地區的形象完全壞掉 我們再歡迎第四位資深的財經記者 盧彥麗 彥麗 大家晚安 你有被騙過嗎 在台灣再過完 台灣就那麼一次 那我記得也是在士林業市 當然也沒有被騙 因為那一袋水果 那他開價就是開八十到一百塊 我覺得太貴了 所以我就沒有買 一袋 對 一袋 一小袋 不是一大袋 是一小袋 大概只有四五片的芭樂 那其實現在的資訊非常透明啦 那我想外國朋友如果說來台灣之後 對於想要買水果 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你就去超商看一下 超商的一盒芭樂了不起四五十塊 一盒Lambu也是四五十塊 然後三色四色的水果了不起也是六十塊 理論上超商一定比菜市場貴嘛 對 對 所以你買到比超商還貴 對 你就要想起自己是不是變成盤子啦 對 沒錯 那其實我都同意剛剛前面幾位來賓講的啦 其實台灣最美麗的風景絮人嘛 我們非常的 台灣人民很nice 然後我們非常的這個有親和力 然後也很熱忱 可是不可諱言 確實是有一些商家 他就會覺得說 你很好騙啊 不騙你我要騙誰 那所以確實不管是 剛剛信聰講什麼士林業市 墾丁大街等等 有這麼少數的這個不肖的一個業者 那剛剛信聰在問說 那到底政府可不可以有一些處理的一個方法 目前看起來好像是與法無據 但是如果你確實牽涉到所謂的一個詐欺的一個行為的話 確實我們是可以找這個當定的一個消防官做一些相關的一個處理 意思就是說 很多業者會說 像那個士林業市的那個賣水果 他會說 我的水果特別好吃 那特別好吃這件事情主觀認定 那你的特別好吃要花這麼多錢嗎 事實上這個就牽涉到詐欺 那還有呢 其他的業者會說 我的原物料成本比較貴 比如說 花蓮賣香腸的那個業者 他就說 因為呢 我們的這個原物料都是從臺北運到花蓮 那在花蓮再加上油錢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我一條呢 大腸保小腸至少就是要六七十塊 那這個價格呢 比在臺北吃貴 那是因為我原物料成本比較貴 好 那業者這樣說 可是如果我們真的去拆解之後發現也沒那麼貴 那你這是不是就牽涉到所謂的一個詐欺的行為 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所有的狀況 政府呢 都可以有一些相關的一個條例做一些處決 那如果說真的沒有辦法做處決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嘛 像今天有一位北市的議員就站出來說 他說結果他知道 士林業市這種高價水果店至少有八家 那如果真的是有八家的話 公佈名單嘛 對不對 公佈名單啊 那你說外國朋友看不懂 不會嘛 現在Google翻譯軟體那麼厲害 你就去了解一下 去查一下到底哪幾家 他賣的價格特別貴 你不能接受 那我們就用市場的力量制裁他 你就是那個觀光客在入境的時候 出了桃園機場那時候的門啊 就發一個台灣黑名單一欄表這樣子 黑店一欄表 這其實也是一個方式 可是我真的認為貴便宜 真的是見仁見識 你買蓮物 你可以買一斤二十塊三十塊 你也可以買一斤一百塊 兩百塊 三百塊 你買榴槤 你可以買一粒 也許是二十塊三十塊 你也可以買一粒 兩百塊三百塊 那個水果的價差實在太大 重點是 你寫清楚 歡喜甘願 對 人家願意買 你跟他就 也許你成本是那個五十塊啦 那你賣人家三百塊 你編得出一套故事來 喔 說這小農啊 人家多辛苦啦 含心如苦 把這個那個榴槤啊 蓮霧養大了這樣子 人家願意買單 那是你情我願 但是不要用這種 切了之後說 哎呦媽媽咪啊 期待一千五百塊 我們來看看 這種錢呢 說實在臺灣人 盡量賣湯 臺灣被譽為是美食天堂 但在清明連假期間 許多觀光聖地 卻接連有民眾PO文爆料 販售的商品實在貴的離譜 例如一名韓國學生 在士林夜市買了七袋切片水果 竟然要價一千五百元 嚇到詢問在臺灣的朋友 這樣的價格正常嗎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墾丁 民眾在墾丁大街吃午餐 肉上面一百八十元 三色拌麵卻要兩百二十元 兩碗看起來一模一樣 價錢差了四十元 另外就像這個早餐店的香雞堡 簡單的肉和蛋 以及一點小黃瓜絲 要價六十五元 連當地的業者都看不過去 這樣的消費爭議其實並不是第一次 過去也有新加坡的觀光客 在士林夜市的餐廳購買西瓜汁 結賬時才發現一杯兩百五十元 遊客一賬告上消保官 後續店家被要求限期改善 否則才罰三十萬 最後店家決定頂讓店面不再營業 業者烘台價格的事件頻傳 有學者認為 政府就算無法硬性規定價格 也應該強制彈商標價 否則只能依賴當地觀光團體約束 消費者的權益恐無人把關 說實在 現在政府想盡辦法要來去救臺灣 特別是南臺灣的觀光 我真的認為 能救墾丁的只有墾丁自己 他除非把自己的形象再重新拉回來 否則真的 你再給再多的補助 人家就是不想去當攀 我們來看看墾丁的事件 就是在這個月的時候 有遊客在墾丁大街點了兩碗麵 剛剛我們看到了 看起來就一樣一樣 說肉燥乾麵一百八 實在說 就連一百八 不過他強調他是套餐 有附湯 像附一個湯青菜 實在說百倍 我實在吃不下去 不過轉個角度 換成三色拌麵就要兩百二十塊 然後有人在墾丁大街上點了香雞堡 然後說只有一塊炸雞塊 荷包蛋跟小黃瓜絲 這要六十五塊 然後之前說在墾丁大街 剛剛我們看到那兩盤滷味其中的一盤 那那個遊客強調是兩盤是一模一樣 就是一模一樣分成兩份 兩盤要一千八百四十五塊 所以一盤就是九百多塊 然後還有說這個其實就是浮華大飯店 五星級的大飯店 這可能就是超賣的 人家已經付錢了 然後入住前一天說要加價三千三才給他住 然後說我才不要加 後來又說又有房間了 然後呢 三人房一晚進一萬塊 這是一個是飯店管理的問題 第二個是說 臺灣住一個飯店要吃萬塊 連續價值 而且是浮華 所以這個是很正常的 這個價格算是正常了 一萬塊住一個晚上 以四五星級飯店來說 這個價格算正常 而且又是連續價值 所以真的不能怪人家貴 不是啊 這是怪 稍假可能 店家接他的肚子的時候 不注意就是連續價值 然後呢就照一般的價值 那不注意是你不注意 怎麼可以怪人家貴 所以現在網路經常標價標錯 你就要認了耶 所以說你當初你盡量跟人家答應 你就要認了 不應該再... 林鄺你比較有經驗 這不是說他先賣給這個賞客 然後後來有一團團客 可能一次賣10斤啊 20斤半斤 剛才省那幾斤啊 剛才把林鄺散客給他刊照 有可能 超賣 不 因為喔 散客的價值比較高 我... 飯店... 飯店寧可賣給散客 不賣給團體 因為團體的價值都比較少 但是團體20斤 剛才省那一斤啊 你如果一斤給他 他就可以訂20斤啊 有時候可能也是這樣 不過喔 這個我所知道的 是休假搞錯日期 報錯假 因為連續假 他不知道 比照平常的 一般的價值 所以說 價差差不多三千 三百幾斤 差不多 就是連續假期的時間 所以不應該還會收 我們假設他是烏龍啦 但是五星級飯店 搞這種烏龍 完全不以客為尊 這恐怕也是說不過去 我們再來看看 當然業者也意識到 說事情大條了 一定要趕快來處理 要來自救的政府 要來相助 所以呢 開始推出來所謂 一條龍全包專案 各項商品再打八折 從住宿 餐飲接駁 景點等等的 墾丁社區發展協會 也跟派出所合作 成立二十四小時的消費 投訴窗口 設立一個叫安心旅遊網 屏東縣政府呢 也邀請日本跟韓國的旅遊 部落客 實際來體驗屏東之美 拓展外國市場 然後呢 我們說五月底的時候 交通部會有一個比照花蓮觀光補助的方案 那到底是什麼 還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說一定會有一個特別針對 南部縣市的住宿補貼 我先請教理事長 有沒有可能啊 透過業者的自律 不要說經常政府要來查稅 要來看你有辦法 也沒有 業者自己自律 那個老鼠屎 還沒出現 我們就把它踢掉 那做不夠 這是這種喔 這是好像說我們業者的人 你如果說一年做 那個你可以說 你的社會裡面 可以叫他停業 不要做的 喔 可以叫他停業嗎 可以啊 你這個你破壞 一種 好像說你的社會裡面 有一個醫療的社會 你做不對 你不可以這樣做 不然你就看 這事情不對 是你 不可以說海政人 像我們業者 我們醫生 我們就是 什麼事情 我們都 什麼事情都開到 出面來講 什麼事情都不可以說 你做不對 就是你做 就是夾 人消費者 不對 這不可以這樣 這是覺得說 我們社會 就是覺得說 你做不對 就是你這段而已 不可以說 你政人 說海政人 像思念 他說他一半年 不會很貴 海政人 對 好像每天都很貴 其實也不可以 對 那就是社會 沒有這樣做 那你社會一半年 大家就說 不可能說 我們營業路 一檔沒那麼貴 大家就說 一定不會說 剛才一檔沒那麼貴 他也說 營業路什麼東西 沒那麼貴 我們有一個合約 我們就是說 大家的東西 要表格 滷肉飯一碗多少錢 如果我宿舍在 你營業路開單 我也不會滷肉飯 我上面說 滷肉飯 多好吃 多好吃 我不要跟他說 介紹 人家店兩碗滷肉飯 說一碗八十 沒有 你是有我的材料 這不行 我們營業路的飯 什麼東西 我們都一定表格 表格就像說 我像我做營業路 我做地球飯 我像我地球飯 我就是標價七十五塊 我現在的便當 我就是八十五 八十五塊 我有價財 你協會的強制力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聽你的話 就是 不可以說 你不聽我的話 你不聽我的話 我有一些 阿邊 你也說 我們營業路 或是營業路 你也說不聽 你阿邊 什麼事情 你就沒了 到時候沒生理了 對不對 你用在同裁 團體的壓力 對 我們同裁 大家都說 你不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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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 你看 我們如果什麼東西 多少錢 一定都有表格 表格 像說 我自己做理事長 做兩年 還 自製會關兩年 還關八年 我也不可能 我每天去吃飯 你就是 你一定要表格 你不會跪 不會營 這是你自己的心理優勢 你不會跪就沒有生理 你家裡的事情 我以前也有人說 白人生理 我也是說一句話 我人家帶你家 你沒有生理 我喜歡怎麼跟你說 我也沒辦法 阿師傅我問你 在美國 就是一般的小店 那種 攤販 美國可能攤販不多 對 那會有那種標價不清楚 然後消費者 花了錢之後 發現才會這樣 會有那種標價不實的問題嗎 沒有看過 也沒有聽過 所以你們要賣任何東西 一定是寫得清清楚楚 多少錢 就是多少錢 應該會 對 理論上都會 那會跟你說 譬如說賣水果說 一百克 五塊美金這樣子 會這樣寫嗎 也不會 有有有機的市場 會比較 有可能會 有特別貴的 或者農副市場 比較 最近比較受歡迎 也可能會賣很貴 但是他們一定會 先跟你說 對 甚至 如果有一些 比較傳統的 沒有沒有標價的地方 他們 是因為他們 是很便宜 他們會很便宜 不是很貴 你都現在這個 困釘的事情 要怎麼解決 希望說他們 自治協會 那個發揮 一點力量 你看 我們常去日本 回來 日本的風景區 露餅乾 什麼東西 什麼價錢 都寫得 讓你外國人 看得很清楚 是 絕對不會說 白帝那些 那些 那些 才讓你看人 給你發介紹 你們問說 昆町要怎麼 其實昆町 其實昆町 今年還要叫 這個 今年整個人數大減 大減 有幾萬元 就是 陸客 沒有來 陸客 沒有來 不是只有昆町 整個地方都 整個地方都 還有 還有就是 南向 南向的人家 大部分 只有北部 和中部 伊伊北 南部 南向那些人家 很少來 所以昆町就 濕來 濕來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 人不可能 因為我們十八公年 一粒火 你們也會老 臺灣的這個 房間 因為我今年 日常很清楚 一個地方 蓋棚 一兩年 一兩年之後 接下來 他就會濕來 換另外一個地方 好 穿得抓不住 他是一個輪迴 那個期限是這樣 不可能說我上一年 是幾千萬人 今年也是這樣 哪有可能 都你贏 像我們出去 鐵頭 你上一年去昆町 去昆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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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對啊 我們換來台東 這人鐵頭都是換身換身 所以昆町 你已經 去昆町 所以自然的 鐵頭 包括我們台灣人 是自然的 檢照 自然的 檢照 加上 路口不來 跟南向 不來 所以他變成會 掉下來 不要緊張 這個人家說 視為機 也是轉機 墾丁的鄉親 胡亂兄弟姊妹 這個時間 就是你們可以 好好的規劃 接到 鐵頭 鐵頭 大家認證一下 剛才那個 起床 起床太大 要稍微止血 其實不是說 昆町那些 服務品質變壞 沒有 海水也是那樣 飯店一樣 是那樣漂亮 民宿更漂亮 然後 有幾個 比較不好的 不好的形象 就是一些吃的 不好的形象 村的昆町的人 很熱情 所以說 自然的看待 那個起線 那像菲律賓 菲律賓總統 他不是說 哪一個觀光景點 長灘島 要先封閉 長灘島 都穿本首 把整個島搞得 那個烏煙瘴氣 整個島都烘起來 修身養息 對 也許三個月 也許半年 也就恢復生氣盎然 然後 或許這也是 墾丁一個很重要的 轉機 我們來看看 墾丁呢 其實經歷了很多很多事情 當然政府會很急說 我一定要救 把墾丁救起來 可是說實在 能救墾丁的 恐怕只有墾丁自己 墾丁大街的民宿 幾乎每間都掛著 還有空房 業者明顯感受 最近的人潮 真的少很多 前幾年真的 入客算是蠻多的 對啊 那時候多大是 就是 每天都是忘記啊 每天都客滿啊 沒有像現在 落山風那麼冷清 對啊 根據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統計 民國一百零三年 七八月暑假期間 墾丁遊客人數 達一百六十四萬 全年超過八百三十七萬人次 但去年暑假 遊客人數 降到九十二萬人 全年遊客四百三十餘萬人次 幾乎腰斬 去年的八月之前 其實在南部的確 營運狀況是比較不見影響 尤其墾丁的人 經歷一些新聞的事件 還有負面性上的影響 陸客團不來 再加上部分商店物價太高 引發爭議 使得墾丁大街 相較過去冷清許多 為了挽救觀光頹市 交通部將針對南部地區 推出住宿優惠補助 預計趕在暑假前上路 我們要來加強行銷 那加強行銷先從國裡開始嘛 我們就會配合現在包括東部的 已經證明出來有效的一些做法呢 來幫忙我們的南部的觀光 政府祭出補助 觀光業者苦等期待回春 不過學者認為 真心補助應用於緊急情況 短期刺激難有效益 各縣市可以深入規劃 人文自然和族群等特色形成 讓民眾有不同的體驗 否則問題仍無解 不願意這件事我們其實內部也爭執很多啦 就是說本來如果遇到這種所謂的那個景氣的循環 或是外國觀光客 特別是路客不來 或者是臺灣的一些消費的一些行為改變 政府出手相救 理所當然 可是另外一個聲音就是說 肯定的問題是因為正在嗎 是因為完全是因為路客不來嗎 還是是因為其他的東西 是因為太貴品質不是那麼大家的預期 或者是還有這種坑殺人的事件呢 所以我們來看看到底政府這一次要出手救 特別是南臺灣的觀光有沒有道理啦 可是你去看其實臺南的觀光一直做得很好 我們來看看觀光局說 要針對臺南高雄屏東澎湖等地 要推出住宿的優惠 五月底才會有具體方案 特別是要在暑假上路 譬如說花蓮 他其實有一種某種程度是要比照花蓮 花蓮自由行有三三五五旅宿活動 三人以上十九人以下同行的話呢 每個人最高補助五百塊住宿 這就不少了喔 然後四月十六號起呢 兩個人也適用 所以行政院呢 在之前有一個公文給各縣市說 如果公務員齁 你用國旅卡去花蓮消費 花六千可以申請補助一萬二 喔 這麼好 花六千補你一萬二喔 所以特別鼓勵你去花公務員才有啦 這個你不要眼睛燈那麼大 跟你沒有關係啦 跟我們也都沒有關係 臺南市觀光旅遊局 他說聯合四十家業者要推 五月來臺灣住兩晚第二晚 免費機票還有好禮大放送等等的 各縣市推那沒有問題啦 中央該用人民納稅錢去做南臺灣的住宿補貼嗎 我想政府應該著眼的應該是更長遠的一個規劃 而不是針對特定的一些地區 除非這個地區 就像信聰剛剛講的 他遭受到一些天災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大的一個意外事件 導致他短期的一個觀光驗受到重創 那我想之前的一個花蓮事件 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可是坦白說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 肯定他的問題也沒有遇 也不是遇到什麼天災或者是其他的一個狀況 他純粹就是因為呢 剛剛信聰也解釋了很多 包括呢形象不好 還有其他的一連串的一個問題 所以坦白說 如果說政府拿納稅義務人的錢 去專門去補助墾丁的觀光的旅遊 我並不認為這樣會有一個比較長遠的一個效果 我的意思說其實政府要規劃的是一個 比較中長期的一個整體臺灣觀光業的一個 一個興盛的一個考量 那特別是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政府希望透過他的這樣一個 補助的一個方法 然後吸引日本韓國客去墾丁 然後增加一些這個消費刺激 那其實我覺得關鍵點還是在墾丁 真的是形象太差 因為像我非常喜歡去九份 我幾乎這個夏天的時間 大概兩三個禮拜 我就會去一次九份 那很有意思 自從陸客來臺灣的人數 大幅銳減之後 我發現九份的日本韓國客 變多了 變非常非常多 而且他們很多不見得是跟團來 他們會自己來 那因為他們自己來 所以他們買的東西變得就是 更能夠貼近他們的一個需求 而且買了很多是當地的一個民產 那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聽過 有哪個日本或韓國的觀光客 跟我抱怨說 哇我被騙了 然後我被坑殺了 因為其實九份的這個業者 他們也蠻誠懇的 好像有一次一次 我想要只有一次 那個計程車 這那一次 但其實你說 類似水果事件 這種消費糾紛 坦白說是沒有的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很愛吃烏龜 那臺灣人去買一個十塊 日本的韓國人去買 也是一個十塊 他不會因為你是日本人 是韓國人 就賣你一個三十塊 然後就連他非常有名的那些什麼 其他的一些小吃 他標價也標示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認為癥結點還是在於說 墾丁的形象太差 那如果說 你沒有呢 這個在價格上面 有更明確的一些標示 那你沒有讓大家覺得說 你的形象確實是有扭轉的話 對很多的臺灣的民眾來說 因為之前大家也在媒體上面討論說 為什麼年輕小朋友 不去墾丁玩了 那我曾經問過 我們公司的一些小朋友 他們為什麼那麼愛去沖繩 就他們給我的答案是 因為酒上給你聽喔 車資高鐵油錢住宿 不不不不不 算出來他們的結論是 去沖繩比去墾丁還要划算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 他們覺得去沖繩怎麼買 都覺得比臺灣便宜 然後怎麼買 因為這個你在當地買日本的東西 當然是比臺灣便宜 還有他們會覺得說怎麼買 都在你的預算範圍之內 因為你怎麼買 價格都寫得清清楚楚嘛 所以我覺得臺灣的問題 特別是墾丁的問題就是 你的價格要更清楚 然後你有沒有更完整的一些 周邊的一個旅遊 的一個規劃 像我們十幾年前 去過墾丁一次之後 你想要再去第二次 你就會覺得就像 剛剛林隆大哥講的 你要我再去臺南第二次第三次 我都願意 九份去十次一百次 我也願意 可是墾丁我就會覺得 好像是有得完啦 但是他的那個多樣性要更完整 沒有啦 其實大家都只知道說墾丁 什麼南灣啊白沙 白沙還比較少人知道 就要然後墾丁大街 其實你往山上走 真的很有趣 對那這就是要規劃了 所以其實某種程度 我就是說政府如果要花錢 補助觀光客再去墾丁完 你倒不如花錢 把墾丁大街的那些垃圾問題解決掉 把墾丁大街擁擠的問題解決掉 把墾丁大街那種所謂的標示價錢 或者是對於觀光客更友善的這些措施 把他解決掉 恐怕可以吸引更多人 我請教理事長 為什麼你們臨下夜市有製造去說全雅齊 Isaac 抱歉 我有時候會講那個臺語 整個夜市啊 全部淨煙 臨下夜市很多快潮啊 快潮很多客人就是喜歡戳根煙 整個夜市說不准用那個所謂的免洗的餐具 整個夜市要去推環保夜市 不會有人反彈嗎 我們臨下夜市就是做那個免洗餐具 以前是用那個塑膠的碗筷嘛 後來就是說 美奈銘那一罐 我以前我在做唱會長 後來生在做協會的理事長 我就說我們一天的筷子 你免洗的一把十幾塊 你一天用幾把 一個月就用多少的錢 我們買一張那個白鐵的筷子 一張九塊錢 你一個月可以用多少 累積起來你還是比較划算 後來我們推廣差不多兩三個月的一些店家 什麼連店家是不我們管的啦 這是店家是我們零下商家發展誰會一個 我們後來大家看我們這 你們外面人做的 又能節省錢 他就跟著我們做了 我們那款把夜市就開始做 後來就是說 做那個碗筷 政府去年全部我們現在零下市 全部用磁的 扶子的 三零市白鐵的 我們現在前零下市 我們全部都換了 你們現在零下市沒有美奈民嗎 沒有 我們現在都用白鐵的 沒有 玻璃都換了 玻璃都換了 就是現在沒有 現在用床埔 你也要外帶的 你也要討論的 我們他沒有討論 現在就是說 我們如果去超商買東西 有的說 你不認識自己的錢 我們是不用錢的 我們是說 他要討論 你換了一塊貨物嗎 所以其實你們那個協會 可以用很強制的方式 要求所有的攤商店家 用一個好的方式來經營 我們店家不像我們管的 我們是管的 夜市而已 路上是我們管的 路上是我們管的 店家就反店家不一樣 所以你會建議說 坤町比較說您零下業市 用一個很強有力的 自治協會出來管 我就是跟說 坤町他要像我們這樣做 你就就好像說 他們那裡的理事頂 有看到有發動 政府原廢的 拖廠嗎 對 就好像說 你們東西沒人很貴 我們自己去要檢檢 要檢討 就好像說 我們不要沒人太貴 人家來的沒得多 不知道有賺錢 沒有利盜銷 不要賺錢 正說我們人家在做的行李 我們是好像說 他是沒有利盜銷 你看我們表格 不太貴 平外面 你去問 都平外面 比較燙 是 再來就是用一個禁煙的 我先說 我們用一個禁煙的 跟我們說 稍微解釋 我們禁煙的 我們跟我們團團 說大家都有吃粉 我們就好像說 約束十二點 到六點開始 十二點 這個中間 不能吃粉 我們吃粉 有外面 有明星 那行李裡面 可以去吃 那你就是 好像說 之前就是 為了這個 路客來 給路客 海下粉 才可以換個事情 就是說 我就做生理 我碰到人家吃 我沒粉 我沒吃粉 沒粉 人家走到 路客走到 他都粉 打開 人家問說 老闆 要怎麼處理 我說 抱歉 這也是好像說 不是我們 我們不對 這是人家的個路 他說 我們就是 我們也是很散意 沒關係 我換一碗給你 我買了 我就是跟我們裡面 團團 就是大家好像說 經濟跟市政府 溝通 這樣就是說 畢竟你要 喊這個路客 不能吃粉 我們自己全部都進去 全部都不能吃 台灣人 要自己做生理 都不能吃 現在這個差額 要煎分 真的不簡單 你做生理 你又吃粉 根本對你自己 那多少人做生理 都不能吃粉 不過 我們的路 你可以去看 保證 沒來講說 今天要講國語 一講一講 全部都講台語了 可以學一下 台灣你常去逛夜市嗎 偶爾蠻常 我們來看看 觀光局統計 外國人來台灣 最愛就是去逛夜市 那旅遊景點前三名 第一呢 一百個外國人 八十四個人會去逛夜市 然後五十六個人 四十二個人會去逛故宮 哪裡最夯呢 四零夜市 No.1 饒河第二名 六河夜市第三名 偏偏這兩個都有很多爭議 再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所謂的坑克事件 層出不窮 比如說四零夜市 四顆鳳梨市家 一千八百塊 我前天前天去一零一大樓 頂台風旁邊 地下石 一零一的超市 沒有很貴 對不對 一顆鳳梨市家 兩百塊而已 不過這是一二年 一二年可能價錢很貴 一四年去試七杯西瓜汁一千七百五十塊 然後呢一七年 不然就去年了 六河夜市 魚鏢 黑魚 黑魚的魚鏢比較貴 但是也沒有貴到一千六百八十塊 警察去協調說 不然白了是就好了 折半 結果呢 他被退租 大家去看出去 趕出六河夜市 不然大家六河夜市都免責 再來呢 泰國觀光客去西門町 點了兩碗滷味 我特別看那兩碗滷味 那一碗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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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說這麼大碗滷味 那一碗滷味 那兩碗四百九 那台東去吃鯊肉 我們說鯊肉 鵝肉 那個兩桌六千三百八十塊 不過呢 這個是他找回去找店家理論 店家說 玩家算得到 都算退你錢 教法官說 有退就沒糾紛 想清楚就好 那是 夜市 臺灣的夜市 對你來講 那個印象是什麼 好在哪裡 壞在哪裡 好 應該是說 就是很軟 可以吃很多東西 就是又很熱鬧 在美國沒有這種環境 其實你晚上要去去 只能去酒吧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壞 壞啊 衛生 有可能 就有時候會有一點肚子 可能會有問題 但是很難說是因為夜市還是什麼 你來臺灣兩年 是什麼原因讓你變成自臺美人 應該說是人 人 對 在這邊認識的人 這朋友 然後 對 這是臺灣 在美國認識的臺灣朋友 都是 玩了兩年 你應該都在玩 你應該沒有工作 因為工作就違法 玩了兩年 哪一個地方讓你覺得說 每一次你都還要再去 如果你生了小孩 你一定會跟你的小孩講說 一定要去爸爸之前去的那個地方 哪一個地方 很難說啊 很多地方都是 可是我覺得在那個花 花東嗎 就是花蓮到臺東 那一個地方 給我特別深的深刻的影響 靠山的還是靠海的 靠山的 就是兩 靠山的 就是池上的三線 台九線 不是台十一啦 沒有 我覺得那邊非常漂亮 哪個地方你會建議你的朋友不要去 不要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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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o good 其實剛剛講到很多的墾丁 我去兩次都覺得還好 為什麼 墾丁不是外國人很喜歡去的地方嗎 我覺得那個 那個 有類似夜市對不對 在墾丁裡面 我就覺得 東西也蠻貴 然後都對都很像 我 我預期到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然我為什麼要跑到那麼遠 對啊 其實跟台北沒有什麼 你要去墾丁夜市 你其實在士林就已經都吃完了 為什麼到國家公園裡面 對 有這麼好的山 這麼好的海 然後你還要去吃滷味 墾丁夜市 有一個項目 有一個項目 在大馬路的中間 大馬路的中間 車煙 就吃的在那裡 車煙 那個 床上 還在 你去墾丁大街 你要從這家 我們的遊覽車 在這裡 在排路 要去到 開車道的店 他要點多錢 他不會過 因為人很多車都不動 所以說 那攤販說 最好都在這裡都不動 他們都買東西 這要管制一下 大台遊覽車 讓他做外圍出去 這家既然這樣 不是就變成 給他徒步區 好 就只有摩托車可以進去 咦 比較不會那個煙 烘焙 煙 煙 這樣吃的東西 沒有遺聲 看人家走的時候 我們重新規劃一個 休息 再出發 不過台灣還有一個問題 一窩蜂 一窩蜂是什麼呢 雅齊 說不定 你在老河夜市吃的 蘇林雅齊吃的 跟台中逢甲夜市 東海夜市 跟台南花園夜市 跟坤丁 墾丁大街 大同小異 都差不多 有很多都跟一個老闆 你射氣球的 那都一樣 誰都一樣 一窩蜂 還有什麼一窩蜂 彩繪 一窩蜂 一四個都在圍 哆拉喵夢 變成金剛 還有什麼一窩蜂 天空步道 一窩蜂 一窩蜂 或許在短期之內 譬如我們說的水晶教堂 高跟鞋教堂 剛開始都要說 起家 可是呢 一年兩年三年之後 起家之後怎麼辦 臺灣這種一窩蜂的 觀光文化 恐怕真的要重新思考 人潮擠得水洩不通 這是二零一四年七月 水南金茂文創觀光夜市 開幕時的風光景象 但不到三年 他就歇業了 去過的民眾說 感覺了無新意 水南金茂文創觀光夜市的位置 靠近逢甲夜市 另外台中同職性的夜市 接連開幕 出了搶課效應 學指認為他缺乏主打特色 讓新鮮感流失 另外近年各縣市為了拼觀光 各地紛紛興建景觀吊橋和步道 光是南投縣就有五座 不過退燒的速度也很快 像是龍鳳瀑布天空步道 第一年遊客多達九萬人 但去年只剩下四萬八千人 二零一五年年底 一隻巨大的高跟鞋出現在嘉義布袋海景公園 感覺有點突兀 但他卻在短時間內成為遊客拍照打卡的知名景點 二零一六年二月啟用後 曾創下單日五萬遊客的紀錄 只是四個月後 假日平均只剩一萬六千人 平日更只有一千兩百人 從景觀吊橋到高跟鞋教堂 顯見政府希望藉由蓋硬體設施來吸引遊客 但最後往往無法留住遊客 或讓遊客願意二度造訪 如果不擺脫蓋硬體拚觀光的思維 臺灣觀光恐怕很難永續經營 Isaac你會大老遠跑去看那隻高跟鞋嗎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那個教堂 我覺得還蠻特別 我看你笑得那麼痛苦 就知道你的意思 葉莉你有去過嗎 沒有耶 因為其實 欸那麼美你不去看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我們工作很忙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去中南部一趟的話 你習慣了你就去了 不不不 我們會思考的是 那附近有沒有好玩的地方 如果那附近沒有其他的景點 可以吸引我的話 我會覺得浪費我的時間 成本效益 那我想這次高跟鞋的這個教堂 他最大問題就是類似的情況 就是如果你附近沒有其他的景點 或者是可以再去玩的 比如說觀光工廠之類 如果通通都沒有 大家就會覺得我 我來玩一次就好了嗎 我幹嘛來玩第二次第三次 那還有一個比較可惜的地方 是說不不僅 就剛剛講到夜市 或者是什麼天空步道 或者是類似這個高跟鞋教堂 就如此 其實我覺得政府還有業者 要想的是一連串的配套措數 就是對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像 我們那麼愛去日本 然後根據統計 這前年 因為去年數字還沒有出來 臺灣人前年在日本 光是買東西 就花了八十五億元 因為很多人覺得 日本品質很好嘛 然後你跟在這個臺灣當地買 又比較便宜 那我要問的是說 包括我們現場這個外國人的來賓 或其他的外國人的朋友 來臺灣 我們除了鼓勵他們買鳳梨酥之外 他們還會買什麼東西回去 也許他會買一些瓷器的一個產品 韓國人喜歡買面膜 對 買面膜 或者是之前買什麼 黑人牙膏之類的 那我要講的 黑人牙膏其實有一陣子很紅 非常非常的紅 因為他們說 在韓國沒有類似的一個牙膏 那我要講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有一連串 長青的一些產品 讓他覺得說 來臺灣非買不可 韓國人 你會覺得臺灣的牙膏 越來越無聊嗎 因為我自己本身 生牙膏就很少 很少的原因是因為 怕吃的東西 衛生方面 我絕對沒有辦法接受 老闆娘在做料理的手 也是在找我錢的手 錢是最髒的東西 可是現在都有戴手套了 林農大哥 很多都沒有 就是這樣 對 我就是會挑 有戴手套 那種 治理 剛才我們說的 天空 天空吊橋 天空步道 有些所在 不應該做 但是有一些地方 我是支持做 像我們說 親近的天空步道 我就覺得他做得很好 他 因為不要一味地說 因為環保 這個我們的天際線 被遮蓋住了 他弄成這個人車分流 而且他是台租一機一機 這樣 事實上沒有什麼 破壞水土 你反而蓋馬路是破壞水土 那台那裡 他是無障礙 讓真正那些老人家 或是坐著輪椅 能夠這樣子 然後 看美景 對 所以說 我還期待 他的第一個 第二個工程 快完成 就是 下方的時候 民生果園 趕快把它延伸到 清淨賓館的停車場 那裡去 沒有影響到什麼 但是有一些是 風高野外的山頂 就不要有太多人工的東西 在裡面 有一部電影 很多人可能看 就是那一個 不要跟山過不去 有 有看過 這個 老佛內湖 兩個八十幾歲的人 那一季山 就是美港 美東 非常有名的 Apachi La 3 Apachi Apachi山 就是 橫跨到好幾個州 三千五百多公里 你如果看那部電影 就知道 完全沒有人工的東西 非常主人 大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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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 漆漆漆 甚至說指標 就是在漆漆漆 日漆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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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做一兩年就倒了 夜市就給他搞到倒掉 新北文創觀光 新北星光夜市 後來說要轉型二點零 這幾年其實倒了很多很多夜市 更別談什麼高雄那個金鑽夜市 我們再來看看 臺灣一窩蜂的問題 彩繪村沒中就有彩繪 其實跟那個當地沒有什麼關係 你玩哆啦A夢 彩繪村退家 退最快 都沒有啊 大家都跟彩繪村 天空步道 現在又重點是怕 是政府在怕 不是觀眾在怕 是 觀眾其實沒什麼要去 但是政府很幸運要去的啦 觀光地景 剛才說那個水晶教堂 高跟鞋教堂啦 還有老街啦 夜市就一樣就算了 連老街 現在都都一樣 一樣 我又請教理事長 臺灣要發電這個觀光 你的建議是什麼 這觀光 我是說臺灣發電是觀光 你做一個古蹟什麼地方 像我們大廚 台北的大廚燈這裡 以前就是讓人家的大廚燈 這就是以前的大廚燈來的 你如果要做觀光 實際大廚燈買頭可以說做到淡水準 我們臺灣的 淡水盒已經都破壞了 你如果說來做觀光 淡水盒來做旬 我們這裡大廚燈 這也是出名的 我們這裡有一個大廚燈 大廚燈 還有一個台北 我們大廚燈 這就是高啊高 高啊高 這個我們很出名的地方 高啊高在哪裡 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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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營業路前九十幾年 我們到現在我們沒有退 我們台電 我們營業路上我們蓋去的 我們台灣人營業路上桌 我們的夜市我們沒有退燒去 為什麼 我們跟他說 我們有都 我們前那時候 路客來的時候 我們都有顧我們台灣客人 我們來都一樣的 一視同仁 你大廚來購買也是花錢 台灣人來購買也花錢 我們沒有說 你台灣人買的就比較 精采2018公示四月 閃亮登場 奇妙的超展開 逆想不到的情節 三十分鐘看見種子萌芽般的感動 公示學生巨展全新系列 每個夢幻嘉賓都是驚奇 每次餐桌對話都是感動 製作小組再接再厲 分享更多人的生命故事 誰來晚餐全新一季 為國內東南亞移工和新住民開啟新聞之窗 三個時段三種無語 播放台灣在地與國外發生的大小事 公示東南亞語新聞 野生動物界裡不同領域的狩獵高手 弱弱強食 逝者生存 用對方法才能活下去 十點全紀錄 天生贏家系列 四月 鎖定風勢就有好事 四月 鎖定風勢就有好事 科邦加是巴布亞牛吉內亞狐狸族的酋長 他以充滿詩意幽默又身負哲理的口吻 講述捍衛大自然與保護樹木的課題 跟隨著他的腳步探訪世界最原始的叢林 以新穎的觀點看待人類生長的地球 他成為叢林大使 狐狸族之聲 訴說著狐狸族祖林的預言 提醒人們因砍發樹木造成原生林的困境 他的訊息讓人類進一步省思自己未來的處境 周四晚間十點 記錄觀點 他來自部落 如果他碰到程度就是越高的話 他的技巧越難 其實越難過過 那可能他的一招要練到熟練需要到一千多次 那他們就是要有耐心 然後你的動作要練得更齊 每一個人都會合理 當時你被盡決於家庭 所以不用想 Akaz